地狱游记第十二回 游记第二殿中的第四小地狱 名叫饥饿小地狱 时间是1976年 中华民国65年 天运遂赐 农历 秉承年9月初9日 继功活佛降临台湾省台中式圣贤堂 诗曰 歌异曲望春风 扭摆腰之足踏虫 泰文明多暗路 幽魂静跺网罗中 继佛说 写书奔波劳累 为谁辛苦 为谁忙 阳间之道虽热闹 但是道德衰败 是风日下 地狱冤鬼哀嚎之声 震动山岳 圣贤唐凤指书写地狱游记 全书除祥述地狱刑罚惨境外 并以现实景况 道破真理 开人迷惊 所以此书 不可当作一本消遣小说 希望世人明悟之 阳生准备有名吧 阳生说 我已准备好了 请恩师启程吧 济佛说 凡人能够坐上连台 乃是特别的赏赐 希望阳生珍惜之 已到了 宿下连台 今日要参观的是饥饿小地狱 阳生说 此地狱如荒野 四处无人机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呢 济佛说 离此不远 经过一个小山丘便到了饥饿小地狱 阳生说 人烟既然没有 那么鬼魂从什么方向而进入狱呢 济佛说 你向左边看看 便知道究竟了 阳生说 哦 左边果然有一条小路 路上行人 三三两两 牛头马面压着罪魂在行走 济佛说 我们向左而行 与他们同行 牛将军说 何处凡人 擅自来此 济佛说 请你看清楚 再斥则也不慢啊 阳生说 这位牛头将军 看来丑陋可怕 手中又握有铁叉 铁链 来势汹汹 他是否会对我们动粗呀 济佛说 阳生不用怕 我向他说明就是了 牛将军说 两位适合许人也 快说 不然就要逮捕你们去见我的主公神里 济佛说 将军 你做阴司大人有多久了 为何不认识我啊 牛将军说 我担任阴司只有两个多月 一切都要依规定办理 凡是没有令牌的人 一律逮捕 这是我的职责 济佛说 我是济公活佛 这位是阳间阳善身奉旨游名 写书劝是 今日要往饥饿小地域去 经过此地 将军应该知道 我们有御旨在身吧 不可阻碍 否则你将会有罪受 牛将军说 御旨在前 腐败参加 原来您是济公活佛 我应离世不久 不是泰山 请您及这位善身赦罪 如要到饥饿小地域 翻过前面的小山就是 我引导两位前去吧 济佛说 好的 阳身 我们就随将军前去吧 阳身说 好 这种小路都是碎石子 而且路面破洞不少 洞中又有积水 行走真是痛苦 脚底好像针刺一样 前面另有两位将军 共押一位妇人 这妇人打扮像妇婆一般 却被铁链扣押 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济佛说 在世富贵人家 享受过多 不爱惜五穀 任意抛弃饭菜 所以压制饥饿小地域 让她饿一饿 阳身说 这个小山丘不高 树木茂盛 还有芦苇及许多藤类植物 与凡间之山丘 完全相同 山中只有一条 约三人可以通过的小路 济佛说 过了此山丘 你看前面就是饥饿小地域 是设在山下 阳身说 我看到了 整片都是钢筋围起 并有屋顶 呈黑褐色 牛将军说 你们在此捎猴 我前去禀告 阳身说 饥饿小地域五个字 试用木板 叼成凹字 并不太清晰 两旁有兵严守 前面压制女范 以平正进入了 牛将军说 我已禀告御官了 两位请随我进去吧 御官说 欢迎祭功活佛 及阳善身大驾光临 慢出迎接 太失礼了 请赦罪 祭佛说 那里那里 来此打扰了 阴圣贤堂 奉旨书写地域 游记一书 我特带领阳身灵魂 进入阴曹地域府 观察详情 以便书写 劝释的资料 今日到此 希望御官多多指导 御官说 本御是属第二殿管辖 名叫饥饿小地域 我引导阳善身参观 祭佛请您在此饮茶休息 阳身说 好 我随御官前去 这排球域 每间约有三个踏踏米大 里面每一个人 虽然身穿华丽的衣服 可是为什么各个面黄骨兽 身影不止呢 御官说 这些人在世的时候 大都是生意人 吃穿富足 一直千金 毫不吝啬 对乞丐或困苦的人 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死后全都堕入此域 我叫一位男罪魂出来 你可以问问他 杨生说 请问这位先生 你为何到此受罪呀 男罪魂说 我在生的时候 是经营工厂的 因生意一帆风顺 赚了不少钱 生意关系 每日都有社交应酬 餐厅饭店 形如厨房 吃喝玩乐 一席韭菜 虽花万元 并不会觉得可惜 但对员工的福利 则刻薄万分 员工一时常抱怨 如果有慈善团体 要来募款 我最多也只给五百应付应付 没有一点善心可言 如有乞丐或贫穷的亲友来借钱 则吩咐庸人 说我不在家 不但如此 家中饭菜山珍海味 毫不节俭 在外并有数位情人 金屋藏娇 一个月要负担数万元的生活费 供外面的妾女花用 两年前 因患高血压死亡 就被判来饥饿小地狱 虽然身穿西装 但没有山珍海味可吃 一星期只有一餐菜粥饭可吃 大约三天就饿昏了 牛头马面再用回浑水 把我颇醒 真是痛苦万分 肚内饥饿难受 您有什么食物 求您快给我冲击吧 玉官说 灭楚 快回预防去 不可貌毒 你自作自受 享受过多 不必哀嚎哭诉 再命令一位女魂出来 快向这位善生 报告再生犯罪的情形 女罪魂说 我在生的时候 是一位富家人之妻 丈夫开设营造厂 专门建筑房子 发了大财 由小屋而住大厦 因钱很多 便养成了不良的习惯 学会打麻将 日夜沉迷赌博 致家庭事物而不顾 并时常约朋友上午厅 或吃宵夜赌博 不会节省金钱 对救济平民 或是慈善事业 分文不舍 享受一生 死后 冥王无情 将我判来此欲受罪 现在饥饿难忍 杨生说 这位女魂 脸上出现痛苦之色 并将手指伸入口中咬嚼 好像饿的体力不支了 玉冠说 女魂赶快回到玉房去吧 杨生说 希望玉冠说明 我看美间所观的罪魂 不论男女虽穿着不饿 但为何像路边的乞丐 躺在地上身影 劈头散发 伸手讨食 玉冠说 凡事在事时 有抱甜甜物 不爱惜无骨 花钱浪费不节省 有钱只管自己花用享受 不肯不失给贫困的人 或不肯做公益事业 男人有钱就抛妻弃子 在外令住乡朝 女人一旦出名 如现实的歌星 一旦走红 便瞧不起自己的丈夫 只顾离婚 享受虚荣等等 凡事富贵一致 便生低贱的行为 此后一律堕到此欲受苦 希望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惯的人 要施舍部分金钱帮助别人 自己也不可以过分奢华 不然 只知吃喝玩乐 福报享尽了 灾祸就临头了 今生能有荣华富贵可享 这乃是钱生积德而得到的福报 如能富贵不赢 勤家行善积德 助人解难 多行雪中送炭之举 或应善书劝士 百年之后 不但人间流传美名 而且也能魂灯极乐 享受人间香火 祭佛说 应时刻不早了 扬升我们准备回堂吧 玉官说 也好 如有失礼之处 请多包涵 扬升说 多谢玉官的说明 我们要回堂了 祭佛说 快上连台 圣贤堂已到 扬升下连台 魂魄头体 地狱游记 第十二回宫念完毕 下次分享 第十三回 要游第十殿中的奈何桥 与第二殿新增的五尺小地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市民 第二遵旧 我们下期翻查 不吝点赞 订阅市民